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瘦小男子也没有必要再说谎 并且从他面相来看他的女朋友 的确也是恶极缠身 活不了多久了 另外 这男子身上并没有人命在身 从这一点来看 他也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 想了想 张凡问道 你女朋友在哪儿 平山国际酒店 822号房 萧组长 你看住他们 我出去一趟 张凡看了眼萧冲 便直接出了门 哎 先生 您干什么去啊 张凡直接要过去 只让身材瘦小男子 有些摸不着头脑 蹲下 萧冲一声低吓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气势从萧冲体内爆发而出 我们不会也不屑于做一些成人之位的事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对于萧冲这种 做事 以法律为准生的人来说 这种话从他口里面说出来 给人的感觉便是 纯粹的浩然正气感 并非是有些人那种 惺惺作态的感觉 身材瘦小男子 疑惑之色 张凡上前帮女人的身体和灵魂耗脉 女人身体并没有什么致命伤 但是女人灵魂受了伤 她的尸口和非毒两破严重的受损 让其失去了排毒的能力 导致体内病毒淤积 身体才会如此的虚弱 连动都不能动 张凡并没有修补三魂的能力 但修补七魄的能力还是有的 她直接从包里面掏出了银针 女人瞳孔一缩 有些警惕地问道 你 你要干什么 我是你男朋友找来帮你看病的 别怕 张凡安慰了一句 从女人的面相来看 女人是一个愿意做好事 负责身后的大善人 这也是张凡 愿意帮其治病的原因 如果女人是一个 适恶不赦之人 张凡绝不可能出手帮她治病的 她会把女人带去 那个瘦弱男子面前 让她跟瘦弱男子见最后一面 然后一起接受审判 女人眼中依旧有着疑惑 她还想继续发问 但张凡已经开始施展 针灸术了 女人只感觉浑身一阵眩晕 想问的话没有说出来 伴随之间退移 那种眩晕感变成了疼痛 在疼痛的同时 她感觉脑袋一点点变得充实 无论是身体 还是心肝脾肺肾 都仿佛变得轻盈 张凡在修补女人的非毒魄 女人排毒能力 也是在一点点地恢复着 修补完女人的非毒魄之后 张凡又开始修补女人的尸狗魄 整个过程大约花费了十五分钟 她轻轻涂出一口灼漆来 拔掉女人身上的银针 对女人说道 你先洗个澡 换一身干净衣服 我带你去见你男朋友 我在客厅等你 说完 张凡便出了卧室 我哪能动 女人话没说完 她便发现两条手臂 已经可以抬起来 她的手臂之前 可是不能动弹的 此刻的她 满脸都是震惊 而此时张凡已经出了门 将房门轻轻带上 女人缓缓下床 看着自己恢复如初的身体 她心头都是兴奋 在洗澡过程里 更是喜极而泣 半小时以后 女人洗完了澡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 到了客厅 张凡的面前 张凡在 已经十度干净的 女人身上打量了一眼 女人现在脸色 虽然不是很好 也很牵手 但从五官来看 原本的容貌 还是不错的 恭喜你 大病厨育 我能痊愈 还要感谢先生您 谢谢您 女人一边说着 一边朝张凡 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吧 去见你男朋友 张凡直接起身 女人跟在张凡的后面 在路上 张凡把整件事情的过程 跟女人说了一遍 见到那个瘦弱男子之后 女人一下子扑了上去 在男子的胸前拍大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傻 女人眼中含着泪 语气里面既有 对于男朋友的怨恨 也有心疼 我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被你害的孩子 对他父母而言也很重要 为了救我 你不能去害别人呢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 瘦小男子根本没有时间 去思考女人说了什么 他看着已经恢复了 正常的女人 一时间有些发懵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稍微恢复过来一些 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冲张凡问 先生 是您 是您治好了我女朋友的病 你女朋友是一个 负责身后之人 她不应该死 对他不该死 他不该死 谢谢 谢谢先生 瘦小男子的眼神里 充满了感激之色 是我害了小朋友 我愿意伏法认罪 瘦小男子看着张凡和小冲 满脸都是真挚 不过 在认罪伏法之前 我希望两位 可以让我和女朋友待几天 让她陪着我 走完最后一程 行了行了 谈不上什么最后一程啊 你想害的人也没死 只能算是杀人未遂 不至于判死刑 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吧 看司法部门那边怎么量刑 如果你女朋友愿意等你 你们的好日子 还在后面呢 这话是萧冲说的 她和她女朋友 也是历经千难万险 才走在一起的 她可以充分理解 这对情侣内心的感受 我还以为特殊部门的量刑方式 不遵循普通法律呢 那这样的话 那就太好了 我一定会等你的 女人满脸温柔 看着瘦小男子 瘦小男子 则重重点头 这时候张凡问道 你为什么要采用这种 以赴杀子的方式 来救你女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